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 来自英国的港桥协会 他们发现原来有很多的已港人 他们出现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情况 还有感到有孤独的感觉 而且很多人都面对生活上 主要来自经济和工作的压力 例如找不到全职的工作 又或者在职场上要由低做起 但即使如此 似乎都是比较多人想打算在英国永久定居 而不会说是想回流回香港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研究报告的数据 另外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和我的观察 究竟移民来到英国的香港人 是不是真的这么焦虑不安 以及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开始之前买过广告 记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我这个频道 多谢你的支持 讲的这个报告就是 来自港桥协会Hong Kongers in Britain 这个组织 他们在2024年7月发布的最新数字 但调查就是来自3月至4月的一个调查 讲一些调查的背景先 首先,受访的人总共有637个 全部都是移英的港人 这个调查是从几个方面 他们的经济、情况、心理、社交、政治 去看看他们如何融入到英国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就是 他的一组织数字 都吻合我们对于已港人的理解 首先,比如在教育方面 学士学位的人是超过四成的 而有碩士学位的都有超过三成 这两个数字加上已经超过七成 另外还有2.2个百分点的人 是有博士的学位 所以大家看到 在超过七成人都受过专上教育 和一般大家的理解 就是已经说了学力都不差 这东西似乎是吻合的 但虽然是持有不差的学力 但在运工方面似乎就有些障碍了 他们有全职工作 全职工作是不足五成 47.4个百分点 僅僅不够一半 而有19%的人是兼职 或者自由身 自由身的工作人员 而至于 Economically Inactive 例如包括失业 或者没有去找工作 也包括存职在家里照顾家人 另外就是退休的人 这些都是佔14.4个百分点 而至于他们是失业 但是会想找工作的人 这些就定义为失业 有10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就是 原来竟然有不足一半的港人 是找得回全职工作 这方面 难怪 可能会令到一些香港人感觉到焦虑 始终不是个个都是财务自由 来到英国可以不用做的 但如果找不到全职工作 难免会觉得在财政上有些压力 另外就是会觉得 我是不是没用呢 又或者是不是 做错选择 香港可能是做中高层 做不错职位 来到这里之后 连工都找不到 或者只能够做个part time 当然会令人有点嘴唆 除了找不到工之外 就是经济压力 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就说他们在英国 每个月的税前收入 或者before tax 是少于3000磅 就是说大约3万港元左右 这个数字 视乎你住在哪里 如果你住在一些地方 他们生活的开支 尤其是居住方面 不是成本太高的话 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伦敦 这些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比较高的地方 可以是慢慢接受的 因为税前 我说税前 都少于3000磅 混合税 就一定是更加少了 而事实上 在这个访问里面 很多人 我会说很多人 就是因为如果227个 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受访者 里面 说他们的人工和香港比较 是没有变化的 是只有65个 而说是加了人工 只是比香港人工更加高的 是只有54个 而当中 剩下的那些 就是说他们的人工 比香港的时候 低了那些 是有成108个人 在227个受访的人里面 108个说他人工低了 另外职位上也是 227个说他们有工作的 这里是有工作的人 而做同一个行业 同一个行业的话 有93个说他们的职位 其实是跌了级 就是做一些比较低层的工作 只有17个人 就是说他们的职位 是比香港高的 另外有117个 就没有转变 这条问题似乎就是 很多人都做得回 他们本身的职位 但是也有差不多 就是少一点的人 是说他们是跌了级 从这两个数字 从人工和职级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宜英国人工作和收入方面 并不算是非常理想 我相信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样 令到一些宜英国人 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 会容易出了问题 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去看看 他们的心理方面 量度 他们有没有焦虑 这些就是distress 他们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的一个量度 就会看到了 他们用的是一个叫做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12的一个方法 去做评分 这个的评分标准 就是0至36 如果低于12 就是属于正常normal的水平 多于15 即高的15的数字 就是有明显的焦虑的情况 而高的20 就是有严重的问题 sphere problem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受访者 他们不同的类型的受访者 在职业情况方面 他们的焦虑程度 是有不同 而这里 零零细细 在焦虑的情况 比较严重 是进入了 叫做明显焦虑的状态 即是15或以上 这个评分 就是有两类人 一类就是叫做unemployed 即是说是失业的 即是他想找工作 但是他找不到 另外一个就是student 即是学生 两个都是15以上 student 即是学生15.68 而如果失业而找不到 做的 甚至是达到18.3 这个就是 那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似乎是因为失业 令到很多香港人 他们是有这个焦虑的情况 而另一条问题 就是生活的满意程度 Life Satisfaction 这里是有4-28 这个是因为量度的满意度 所以反而数字越低 代表满意度越低 即是越不理想 同样地大家看到 是失业人士是临时严重的 如果full time worker 即是你在做全职工作的人 他们分数是有18.14 这个数字不差 但是unemployed 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人 是只有12.29 是明显地低于有工作的人 这个当然不难理解 失业的时候 你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都会低一点 另外他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就是之前曾经有一个类似的调查 但是调查就是以色列来的一些新移民 他们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 做过一个类似的调查报告 由另外一些学者去做的 发觉平均的数字来说 以色列的新移民是18.8的这个评分 而香港人移民 整体不论是什么就业状况 就是17.23 即是香港人的新移民 来到英国的 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是低于以色列的新移民 所以这个调查 他们报告的key finding 说到这个心理方面的融入 就是说 香港的移民 是比平均水平高出现了 这个焦虑的情况 虽然不是severe 不是非常严重 但是都是significant enough to warrant concern 即是说 重要度 或者是一个明显的程度 是惹起关注的 看完这个心理方面的健康 就看看精致上的融入程度 原来香港人都挺烈充于做选民的 受访之内有81个百分点的人 说他们有登记做选民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意欲去投票 因为这个调查是3月至4日进行的 那时候是未知何时会大选 所以他们只能够说 他们有意欲去投票 不是大选之后才做 但是呢 大部分的香港的移民 就说 他们不觉得他们的意见 是被英国政府重视 即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都正常的 因为呢 虽然说人数也不少 有这个签证的人 有20万的那么多 但是呢 人数上面都不是majority 甚至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力 个别的选区可能会有 大家可能都听过 甚至是有 香港人成功当选到一些 地区议会的议员 但是整体上呢 影响力都未算很大 很现实的 难怪英国政府 未必那么重视香港人的一些意见 而且这些香港人都感受不到 英国政府 是他们特别重视他们的意见 下一件事呢 就是去到社交融入方面 他们用了一个叫3Item Long Leader Scale的一个量度表 就是对一些受访者做评分的 由3至12 12比较是最孤独的程度 3当然是最低 在这里呢 香港人整体评分就是7.09 原来呢 7是因为高过7 近近高过7 已经达到significant non-less 即是说呢 是严重 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 比较明显的孤独的情况 比较明显 可以这么说 而当中呢 既然又是他们 又是这两类人呢 他们的孤独的感觉程度 是零射严重 分别是学生 student 是8分的 比较平均数7.09 是高了差不多1分的 而至于unemployed 即是失业 找不到工作做的那些 甚至再高一点 达到8.05分 即是说呢 是高过我们所说的 这个叫做明显孤独的情况 这调查也发现了一个挺特别的情况 就是说呢 其实香港人呢 在一些几样东西上的评分 其实不是太差的 是忠忠挺挺的 例如呢 就是跟家庭以外的英国人接触 对英国人的信任程度 社交网络的支援 以及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这方面 这几方面呢 他们的评分都不是太差 是忠忠挺挺的 但即使是这样 又有归属感 又有信任 又有社交网络的支援 但他们仍然觉得 他们very lonely 都是非常孤独的 因为呢 你有接触别人 那些不代表你有好的 social integration 一个社交的融入 简单来说呢 是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到本地的人 跟他们去交流 但是呢 不会令他们感觉到 舒服 psychologically comfortable 所以呢 令到他们不是真的 可以融入到社交上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调查呢 认为呢 是反映了呢 他们有一个 cultural resonance 的不足之处 即是说呢 他们没有一个社交 或者文化上的 共鸣 即大家可能的文化背景 是不同 令到大家可能 hi and bye 可能谈一下 限制可能会有 但是呢 不能够深入去接触 因为有没有一个 文化上的 一个共同点 令到大家 可以有些话题 有个共同背景 可以深入一些 去到认识朋友 所以呢 社交的融入情况 都一样不理想 但即使呢 面对着这些 有孤独感 还有焦虑不安的情况呢 但是大部分的香港人呢 都是有计划 在英国永久定居的 数字呢 是多达84%的人的 而另外呢 有超过四成的 一些来自香港 来到英国的新移民呢 其实他们是 not consider returning back to Hong Kong no matter the disadvantages they faced in the UK 即是说呢 即使他们在英国 遇到的种种的问题都好呢 他们都没有考虑去回流香港 而他们考虑什么因素呢 当然他们觉得 应不应该回流呢 最主要考虑呢 就是career opportunities 即是这个 事业上面 发展的机会 family ties 就是有没有家人 即是有没有家庭联系 或者会不会香港 有更加大的家庭联系 令到他们想走 另外就是quality of life 即是生活的质素 最后就是health care system 即是医疗的保障系统 这几个呢 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因素呢 令到香港的考虑 走还是留 是留回去英国啊 还是走回去香港 那我说到这里呢 首先分享一下呢 就是港珠自己 是属于哪种情况 然后呢 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我自己的观察 港珠自己呢 就算是比较幸运 是属于那些不超过一半 40%的那些呢 我是有全职工作的 在这个英国 而且呢 都真的算是幸运的 我是来到几个月之后 安顿到了 租了永久性的居所 即不是说 因为我刚开来 开始来的时候 先住Airbnb 我真的租到楼了 小朋友读书 插班那些搞定完之后呢 我找工作很快呢 已经是可以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因为几个月之间 已经是有全职工作了 由底部到英国 到真是 找到全职工作 都是只有几个月而已 而且呢 我是做得回本行的 那这个又是另一个 我相信 我算是比较受眷顾的一群之一 还要呢 其实我的职位 其实没有跌到Watt 在香港呢 是一个叫做下游生物 即是这个职场上的Microorganism 来到这里之后 其实职位是一样的 Title也是一样的 工作的性质 和负责的范围 那两个东西 那个重要性 在公司里面的地位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算是没有变化那群 no change那群 但是收入一定是少了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现象 据我所知呢 很多不同的行业 无论是专业人士也好 或者只不过是做普通的 一些非专业类型的工作也好 其实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职位 虽然一样 人工呢 是会比香港少一点 就算是税前呢 很多人 我问过十个 至少七个八个呢 都会是 人工比香港的同样职位 是减低了 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差异 就是大家就不会直接 拿那个Dollar Sign去比较的 尤其是看回生活开支 即使扣税也好 我自己都认识到一些人 其实他们的工资少了 但是在这里 他觉得生活上面 反而可能负担是轻松的 一个比较大原因就是 可能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个住屋的成本 例如租或者买公楼 或者一炮过买了也好 那个成本是低于香港的时候 这个呢 在香港可能很大负担就是这个 例如我知道一些相职的 家庭、父母、夫妻 都是在香港工作 那就要聘请姐姐 但他们可能 两夫妻一起收入 可能大部分都拿出来供楼 这个呢 在英国的香港人 应该是比较少出现这种状况的 所以呢 这个可能 其中刚才讲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 未必一定是想 离开英国回到香港 因为可能他们即时 人工少了 或者是他们未必 个个都找到全职工作 可能有一些只是兼职 或者是炒散 但是整体来说 可能呢 他们都未去到一个 叫警戒线的状况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 可以留下 我相信有这个情况的 那么 港珠以外 其他人是怎样呢 我自己是住在伦敦的 因为我这里社区里面 都很多香港人的 基本上你走出街 就一转呢 半个小时之内呢 你在街上走 你总会听到 有广东话的声音的 还有你看那些面孔呢 你都相信 是来自香港的人的 还有呢 在我住这个地方 你新来到的 你很容易会接触到 其他香港人的社群 例如你的小朋友 你带他们上学放学的 例如小学那些 接上学接放学 你是一定会有其他 香港的家长 基本上大部分 学校都有这个情况 不一定很多 但是总会有 至少有一两个 同一个年级 所以呢 是一定有一个社交上的生活 虽然未必是 用日本的人 即所谓 social integration 但是呢 至少就是 你都会有些 同声同气的人 有个支援 变成了 不会感觉到 那么容易孤独的 我觉得这个 好视乎你真是住哪里 如果你真是住的地方 是多香港人的 虽然你是融入性 融入本地 人的群组里面 可能未必那么如意 有机会这个情况 但是你至少 不会有没有倾诉对象 不会有没有社交生活的 这里很多香港 我观察到的 我接触到的 经常会约 比如说 喝点东西 吃点东西 有些会约一起去打球 或者游车可 或者小朋友 其中一个家庭小朋友 可能生日的 他可能会邀请其他的小朋友 其他家庭一起去他的家 开个party 所以是有很多的机会 是有一些社交的活动 我会觉得 如果真的出现了 我们刚才所说 有孤独的感觉的人 可能就比较大机会 他们的地区 比较少接触到其他有倾诉对象 刚才说过 其中一个 明明有很多接触的机会 但偏偏香港人感到孤独 可能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没有一个所谓共鸣 令到大家 就算你和鄰居 没有什么特别好谈 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尤其一开始来的时候 你和鄰居可能会接触 最初你可能会用香港 用新移民的角度 有些话题可以谈谈 但说得多说 始终你不能永远都说香港的东西 你不能永远都说 做一个新移民的一些看法 但如果你又没有一些本地话题 你是很难回答口的 例如 就算我工作也是 我的同事他们会看一些 甚至参与去玩一些 运动活动 比如说他们会看球 他们会看足球 他们会打Golf 很多同事都会打Golf 偏偏说 我会有做运动 我会跑步 但是我不是会打Golf的人 足球我偶然看 我又不是球迷 所以每个星期 我的同事都会有一天 早点下班 老闆都带我们去喝东西 这些是社交的活动 但是 就是有时候 这种融入感不足 就是 他们谈谈话题 就是刚才说的 文化上面 是有个差异 他们的话题 可能我未必答到嘴 一定是可以有共同的话题 他们说打Golf球的时候 我回答不了 可能我说一些话题的时候 幸好我有本地的文化生活 例如他们说我看电视 看什么 我也说不到 或者听音乐 有些本地的人会听的 有些人会听的 音乐的歌手 我也会听 变成有少少话题 幸好 不是完全零话题 但是我可以想象到 如果 来到英国的香港人 他们都继续完完全全 或者很大部分 都是一种 港式的生活 例如 看的东西 可能不是看本地的电视节目 不是听本地的三机的节目 听本地的Podcast 这些 而是可能看回香港人的频道 好像看港猪这个频道 或者听港猪这个频道 或者就是 可能看回香港的传媒 中文的传媒 用社交平台 去接触香港人 你是没有一个本地的文化生活 文化方面 你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共同点 可以跟本地人 有个打破华盒子 破冰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会困难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很无奈地 是真的要自己去努力的 而我会觉得 真的好看你的 会不会肯付出多些 去社交方面 去令自己丰富一点的生活 例如早前 我的工作过程 接触了一些阿尔巴尼亚人 因为早前是欧洲国家盃 其实他们是自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也有进入 今次大陆小组 的小组 阿尔出局 但他们跟本地其他合作的人 也会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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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他们会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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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整體來說,這次的調查確實不是太理想,是有點憂慮 尤其是在社交方面,情緒方面有焦慮的現象 社交,剛才說了,真的很靠大家走出去接觸半天和共同生活文化 至於焦慮方面,很現實,大家看到最大的問題都是來自失業的群組 我自己覺得,盡量找第一份容易做的工作 例如我有認識的人,他在香港是做專業人士 但他來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倉 為什麼呢?他就說,因為我要貸貸,他很現實就是要貸貸 我要現金流,我認識這個朋友 所以他首先不找本學,他覺得自己不熟悉英國本地的 這個行業上的細節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不如我做一些沒有背景需要的東西 我做倉,執貨那些 他做了半年左右,一邊做的時候 他一邊嘗試去了解他原先的老本項 在英國這裡的做法、狀況 他在網上吸收資訊 然後他真的去面試 然後真的成功有公司請他 於是他就不再做倉 就可以做回老本項,做回原先的職位 我看到就是,我覺得如果是因為焦慮不安 如果是因為黎智,沒有工作 那可能就是什麼功都殺? 最重要就是有第一份工作 有本地的經驗 還有,有現金流,有錢回來 每個月有錢收到,人就會踏實很多 不知各位觀眾聽眾 你們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找工作,有些困難 社交融入方面,都有一些碰壁的狀況 你們如何經歷這段艱難的時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和各位同路人聊聊天 送一下心精 和給一些過來人的分享 大家會不會有些參考價值 今次和大家講這個話題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bye bye